徐奶奶,您当时是怎么看上干爷爷的呀? 我跟干爷爷呢,是从小同一个师傅的 哦,最近就那么多,你咋就看上了干爷爷呢? 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帅吗? 因为他浓缩的都是精品的 没有,我主要呢,是看见他呢,为人终身老实 脖子要好,脾气要好,练武术要练得好 徐奶奶,您别说,这篇都出来了,帅不帅啊? 帅啊 我跟他呢,就经常在一起练功 有一次呢,干爷爷代表了我们广西 去北京参加第一届的武术散打赛 他呢,也得了很好的诚值 爷爷就跟我说了 他说,师妹,明年先把登基手续办好 然后才结婚,好不好?他问我 我就说,好啊,登基手续,办手续,无所谓啊 我当时刚刚十八岁,登基就是结婚啊 喊得懂的 登基有点口帅,那婚礼那得好好的热闹了 这里我就给大家爆料一下 听我妈妈说呢,那时候结婚我们那里还是要办九席的 然后呢,爸爸呢,就不同意 就说勤俭节约的办,不办办九席 妈妈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一生气就把那个结婚证给失了 他就以为把结婚证失了,就是离婚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证失了,要办离婚起来 那就,就更没那么容易了,是吧 对,那但是两位都是习武之人 会不会这个,真的是发起脾气来 或者有矛盾就开始动手啊 刚才原来说是脾气好 有些我气松起来了,他就出门了 出门转一圈,看见我气消了,就回来了 他不是让你,他打不过你 您的功夫比他厉害 没有,他的功夫比我厉害,脾气又好,又营养我 所以我才教他呢 特别和睦的一个小家 家里好像是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而且都在习武 像你的子女,他们习武 是你们要求他必须要学的呢 还是他们主动要求学的 结婚了以后呢,有两个小孩了 我们都是到公园去教学生 把两个小孩放在旁边 大女儿呢,四岁了 老二呢,就是三岁 他在后面跟着我们舞 我说要回头看啊 我说,这两个小孩有天分了 练得不错了 后面我就比心去教他们了 教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都很硬着练 练了去比赛也拿奖 我的第二女儿啊 小时候呢,这脾气很猛的 我们往事说的烂仔头啊 很凶的 小时候呢,我确实就是个假小子一样的啦 那个我弟弟就本来就蛮调皮的 我比我弟弟还调皮 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比较霸道的同学在课间的时候 把那个乒乓球做打乒乓球嘛 然后我就把他打了 结果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把我们叫上讲台 我还以为要被老师罚了 结果老师说 继续走 老师